我们都知道 会影片是柏拉图的著述 柏拉图的很多观点 都是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陈述的 所以接下来苏格拉底的发言 我们可以看作 便是柏拉图的观点 关于对爱的理解 相貌丑陋的苏格拉底 没有闪亮登场 而是略显谦虚地称 自己对爱的看法 实在平凡难得 羞于表达 如果大家愿意耐着性子听一下 就继续说下去 大家友善地表达愿意倾听 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发言了 虽然说之前的每个人的发言 都有略胜人一筹的观点 但苏格拉底的发言 才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 身外青山 楼外楼 苏格拉底综合了前人的意见 又一一指出了前面所有人的意见的局限性和不足 苏格拉底首先给阿加松动听的言论判了一个不及格 他说 爱绝非尽善尽美 爱是去爱 只欲求某种尽善尽美的东西 而正好说明了 爱的本身不是尽善尽美的 否则就不用去爱 人们说爱美好的事物 那就意味着爱本身并不美好 人只有匮乏什么 才会去追求什么 既然爱是追求美 那么爱本身就是不美的 苏格拉底迫使阿加松承认 可罗斯是爱者 不是被爱者 而且是既不美又不好的 对于菲德罗的观点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 而是通过一个女哲人 迪俄提玛之口 暗示了菲德罗 他通过对爱和爱神的重新定义 说明菲德罗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爱神的性格和命运 是取决于他复杂的基因遗传的 爱神是富翁 波罗斯与女乞丐佩妮亚的后代 母亲贫穷 父亲富有 由于母亲的乞丐身份 爱神是粗俗和贫乏的 卑微和低劣的 但由于父亲的富翁身份 爱神又是智慧和勇敢的 强壮和富有才华的 也就是说 爱神是两个极端特性的综合体 既非凡人又非神灵 他既不漂亮也不丑陋 他既不聪慧也非无知 他既不善良也不邪恶 苏格拉底借此来说明 菲德罗赞颂的爱神卡罗斯 根本就不是神 而是精灵罢了 所以自古以来 没有人去颂养他 对于阿里斯托芬的观点 苏格拉底也给予了正面反驳 爱恋所欲求的 既非什么一半 也非什么整体 因为即便是自己的手足 人们要是觉得自己身上的 这些部分是坏的 也宁愿砍掉 可以说除了好的东西以外 人们什么都不爱 人们也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另一半 因为你和你的另一半 不可能永恒于天地间 对于鲍萨尼亚的观点 其本质就是一笔用身体换取德性的交易 苏格拉底论证过 爱者是既不美又不好的 他本身就有所欠缺 所以才会去爱 那么爱者就不必然有被爱者吸引通过其身体来换取的德性和智慧 鲍萨尼亚的发言 精精表达了他渴望占有他所爱之人的欲望 苏格拉底对之前的演说者一一反驳之后 接下来他也展示了自己对爱的理解 爱一个人是想得到幸福 幸福是终极的目的 爱是企图占有幸福的一种方式 而占有幸福往往都是暂时的 人们又很渴望永恒 生命有限 于是人类渴望繁衍 通过生育在后人心目中赢得祖先的地位来获得永恒 这便是掩映在爱情之下的真实的动机 人们歌颂爱 无非是给自己渴望永久占有幸福的终极目的 找一个理由而已 为了永恒的幸福 人类渴望繁衍和生育 而生育具体来说有肉体和心灵两种生殖力 肉体的生殖力会产生官能世界的可朽的物体 而更为高尚的生育 则是心灵的生育 这是一种心灵的创造 智慧的孕育和美德的衍生 这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生育 可以创作诗歌 谱写音乐 相对于人的生理繁衍 精神繁衍对人类更有益 且更高尚 至此 苏格拉底对爱的阐释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 但这只是全部奥秘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爱是一种更为辉煌的境界 先要从美的东西开始 顺着美的东西逐渐上升 从美的身体上升到美的操持 到美的种种学问 最终认识美本身 一个人只有触及到最真实的美 才能生育真实的美德 也唯有以此为爱欲的对象 才称得上真正的爱欲行为 这里的美 最终通达的便是善 当时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 也道出了自己的恋爱和性爱观 通过心灵 对另一半的寻找 对美的终极触达 和对方有着精神的契合后 在进行身体的交构和受孕 这样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 是对美的向往 通往最终的善的道路 受孕和生殖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使可朽的人类具有不可朽的性质 灵魂显然是比肉体更加圣洁 单纯和美的 精神的恋爱能达到真正的不朽 但柏拉图并不排斥肉体的快乐 只是肉体的结合 要建立在精神的欢愉的基础上 柏拉图式的恋爱 是可以将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并存的 如果按照当今人们的理解 仅仅把柏拉图式的恋爱 简化为精神恋爱 没有肉体关系的爱情 这是一个粗暴的扭曲 实际上 柏拉图式的爱情可以说是一座冰山 而精神恋爱 只是这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部分 柏拉图式的爱情 也是一个循序上升的过程 精神恋爱不可能凭空出现 真正的爱情就和所有的万事万物一样 都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 从有形象到无形象的金字塔形上升的过程 怎么样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是不是对柏拉图式的恋爱 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呢 在最后再给大家讲讲 柏拉图式的恋爱 在另一个侧面代表了自古就盛行不止的同性恋行为 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 有一个人滔滔不绝地提出了一个很亢奋的观点 他说 男同性恋和哲学 体育运动是古希腊文明的三大标志 是区分文明世界和野蛮地区的标志 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但至少他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古希腊时代 男性与男性 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爱取向是不被禁止的 德国学者利奇德写的 《古希腊分化史》 里面记载了希腊人整个的爱情生活 根据他的记载 希腊人在这两方面是并驾齐驱的 他们对于同性恋很热衷 但是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也一点没有耽搁 等于是两手抓两手都硬 古希腊人所说的教育通常有两种含义 一方面是说男性的双方是一种师生关系 双方以学识、阅历和健文为扭带 不以年龄为限制 另一方面 这暗示了一种同性恋关系 成年的男人向未婚的未成年少年表示爱慕 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学识与其尽性交换 以博得好感 通常对方也乐于接受这种求爱 而这种同性恋关系往往是精神上的一种爱慕和吸引 而绝非肉体上的感官刺激和满足 在古希腊人那里 同性恋的过程更多的是灵骄、神骄、而非行骄 柏拉图坚信 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 而唯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经时 唯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好了 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柏拉图的性爱论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柏拉图式的恋爱观念 就是更崇尚精神上的爱慕 但绝对不排斥肉体的愉悦 和对方在灵魂共悟后 才能达到灵与肉的真正融合 处达到美 处达到最终的善 柏拉图式的爱情超越一切 是超越性别、年龄、时间和空间的恋爱 柏拉图的一生没有恋爱 既没有爱上姑娘 也没有爱上男孩 当然更没有结婚 柏拉图说 别人都是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 而我生来就是完整的 我不需要恋人 我只爱智慧 爱真理 爱知识 而凝结在其上的美 与恋人的美 是一样的 这就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人世间有谁能生活在这种恋爱之中呢 除了柏拉图和柏拉图一样的责任 没有第二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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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